哈喽大家好 我是曹沃沛 勤喵这台车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我后台也说了很多问题 所以这回我特意找了广州 王朝网的一个销售经理 去了解一下 关于勤喵的一些真实的销售状况 可以给到大家买这台车的时候 参考一下 那问题有这些 我就不念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勤喵在这家店里面的销售情况 是怎样的呢 这位经理说 在他们店里面过去一个月 6月份 勤喵是占了他们总体 所有比亚迪王朝网的车型的销量 大概35-40% 非常夸张了 因为比亚迪之前每台车都卖的很好的 而且这台车我也查了一下 6月份在全国的销量是18000多 差一点点就成为了这个尺寸的轿车的销量冠军了 差了几十台 比他卖的更多的是Model 3 第二个问题 买勤喵的典型客户是什么人呢 那这位销售经理就告诉我 比较典型都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家庭买第一台车 而第二类就是年轻人出来工作几年 然后涨了点钱买一台代步车 还有一种就是因为广州是现牌城市 所以有些朋友就是为了低价的获得一个牌照 一个绿牌 所以就是找一台性价比高的车 而在这些客户当中 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情况 就是很多都是年轻人带的长辈来看的 而其实这些长辈一开始 对于中国品牌 对于新能源车 这两个要素都是比较抗拒的 但是因为年轻人坚持 而且他们试过之后 也改变思路了 觉得买台秦L这种中国品牌的 绿牌的新能源车也挺好的 所以有不少是这样转化过来的客户 下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客户 他们会对比些什么车型 那当然有一个大家会想到了 就是比阿迪海洋网那边的海豹06 那这台车跟其尼基本上就兄弟车型了 但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的 我自己也想不到的就是 有很多客户其实是对比像凯美瑞 天赖 帕萨特 这种B级的传统品牌的车型 来看其尼这台车的 那最后这些客户对比过之后 继续选择其尼的理由 基本上就是说A级车的价格 就买到B级车的配置 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尼这台车 是基于比阿迪一个新平台打造的 以前老的琴Plus 那是一个老的平台有改电的 而其尼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纯电车平台 所以它开起来的感觉会更加有高级感 更加的好一点 那这个我也认同的 因为这台车我试过 确实跟以前琴Plus开起来的那种驾驶感 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现在其尼在这个店里面卖的最好的颜色 跟配置有哪些呢 颜色方面 其尼是有四个颜色的 在这个店里面卖的最好的就是 冰薄青青色 还有茶金灰灰色 其实这四个颜色里面有一个紫色 是加钱要加2000的 然后在三个免费颜色里面 除了这两个卖的好的就是白色 那大家都会知道 为什么白色卖的最不好了 因为都是网约车都大部分选择白色 所以现在第一批过来买其尼的 基本上都是家用的客户 所以他们会选择青色跟灰色会比较多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比较迪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车型多 其尼要出来之后 琴Plus其实还在卖的 那所以大部分的网约车司机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选择更便宜的琴Plus 因为开网约车司机无所谓的 这个底盘操控没那么好 然后车小一点 配置低一点 无所谓的 只要车能开就行了 便宜就行了 是不是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这个白色 好 然后车型方面卖的最好的 现在第一批客买的最好的是 119,800的120的领先 还有129,800的120的超越这两个版本 也就是长续航的下面的两个配置 顶配是没有人买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配置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 120版本的电池更大 就是纯电续航更长 而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120版本才会有快充的接口 80的那个版本是没有快充接口的 然后120版本其实除了电池大之外 它的配置也会更多一点 就比如说120的超越版 就是中间那个配置 就会有L2的辅助驾驶的 然后80的版本 是无论哪个车型都没有的 所以还是选家用的客户 还是选120版本会比较多 然后80的版本 就是剩下入门的998 还有1098这两个 这两个车型其实也有人买 但不多 而且是基本上55开的 就是没有哪个配置显示出特别的受欢迎 那第一批买了奇妙的客户 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这位销售经理就告诉我 其实有一个点是比较集中的 就是大家都反馈 为什么奇妙不给一个电动的尾箱门 但除此以外呢 他们就没什么意见了 因为大家都接受 以这个价格买到那么大的一台车 然后还是绿排的新能源的 技术都那么先进 那其实对于配置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只不过可能想紧上添花 就想如果加点钱也好 有个电动的尾箱门会更好一点 可惜比较迪现在就没有给这个选择给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奇妙的保养费用 还有现在有没有什么优惠或者福利的 那保养费用方面 基本上就是四五百块左右 比较迪的保养都不贵的 但是因为奇妙是一台缓格动力车型 所以它会有一个大概5000公里这样一个比较密集的保养 就跟纯电车型不一样 纯电车型保养周期会更长一点 而且保养的费用更低一点 然后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的 这个也可以想得到这台车卖的那么好 而且不单是没有优惠 现在可能也不是可能了 是一定要排队等提车的订单压了太多了 但是在这个店里面 这位经理也说了 如果是真的买的话 他们店里面会提供一点点小小的礼品 就包括贴膜脚垫 还有送一次手保 这已经是他能够给到的最大的诚意了 因为这台车确实厂家那边没有给到任何的福利的政策给到他们 好了 那以上就是奇妙目前在广州的一个真实销售的情况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别的车型的同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在微博上面告诉我 我会给大家安排的 那当然了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车的东西想问的话 也可以上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找到我们的车问的板块 去里面给我直接提问 一对一的 我给你一对一的回答问题 好 那我是陈小佩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